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个主角的老将 掌声有请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郝赵龙 来自于中国雪城牡丹江 我是一名灯迷作家 28岁走上灯迷这条路 我就一直十分的热爱 十分的投入 现在我已经创作了一千多首作品 并将它们发布在媒体上 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大家好 我叫杨和银 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 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目前正在拜郝赵龙老师 跟着他学习 灯迷是他的徒弟 灯迷作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给我们大概讲一讲 介绍一下好不好 灯迷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形式 它通过咱们汉字的可拆分 和通过汉字的这种形音意的多样性 然后呢 让大家来猜出谜底 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 它是一种小作品 大世界 拢天地于形类 错万物于彼端的一种 非常巧妙的文学艺术 哎呦 灯迷至今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大概超过三千年 灯迷是这样 他从南宋的时候 当时的文人默克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化实力 与经济实力 他们把这个灯迷啊 就制作到了灯上面 然后呢 城市迷与灯结合 开始叫灯迷了 到了清代 达到了鼎盛 到了我们现在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您今天来是特别带着爱徒来到现场 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夺得冠军 然后让灯迷发扬光大 既然这个灯迷作家 而且呢 是钻研呢 好多年 现在都已经收徒弟了 那想必这个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您现场可不可以给我们露一小手 这样吧 我先来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 咱们天津呢 有一个城区叫河东区 河东呢 做迷面可以猜一个字 河 对 灯迷呢 结合了咱们日常生活中看地图的知识 上北 下南 左西右东 河字的东面是河 所以这个答案是河 哇 这里有玄机了 还有吗 有 这个我带来了一个很传统的灯迷 大家看一看 上面写的是银河渡口 猜一个中国城市 银河渡口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猜一下 是哪一个城市呢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答案是天津 天津 对 在咱们汉语里啊 金有渡口和码头的意思 那个银河呢 在天上 这是一个会议的谜 就是天上的渡口 当然是天津了 啊 了解 了解 好的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 如果最终取得了胜利的话 这笔猪梦基金怎么用呢 如果我取得胜利 这笔猪梦基金 我就拿它回去 开办我的灯迷学校 做公益 不收任何费用 广收天下喜欢灯迷的学生 让他们都能夹阳在灯迷的海洋里 让这项中华民族的国粹 更加的发扬光大 接下来请郝老师给我们 现场展示一下您的挑战宣言 一讲圣勇追穷后 不可孤名学霸王 欢迎讨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